近日在央视的全军建成双网服务平台军事职业教育走进演讯一线报道中 节目组详细展示了新疆军区牟旅的先进实际 从该旅战事的臂章来看 该旅是解放军中非常神秘的一支部队金列顺 该旅组建于2017年极少建筑于官方报道 从现有的官方报道中 该旅有几个关键词是绕不开的 无人机技术主导装备顶尖 央视军事报道中就透露 日前在昆仑山腹地开展一场实战化对抗演练中 该旅列装不久的新型无人机敲点升空 不久便传回战场态势信息 为指挥员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央视报道称该旅调整后 牢固树立人才至上的理念 在积极送学的基础上 注重探索军事职业教育路子 拓宽官兵成才途径 该旅旅长程涛表示 对于我们这样一支装备精尖技术主导的新型作战力量 要想快速提高官兵素养和部队整体作战效能 军事职业教育必须先行一步 关于这支部队的未来 军报给予了高度评价 历史虽短这支部队的未来却不可限量 作为改革生长点之一 他们所代表的新制战斗力 承载着军事变革时代之变和盛战之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处在战斗力体系建设的关键位置 他们的未来直接与部队未来作战效能 近平相连 短短时间内这支部队是如何进步飞快呢 2020年9月军报透露 该旅会组织破级录比武竞赛 夺冠并且破级录 就能获得屡理定制的金烈孙奖章 如今只有不到100人获得过这枚奖章 而女兵更是只有一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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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